是美台军售案的最新进展 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呢 在华府的一场引说当中说 中共的飞弹台是对台湾明确 而且又现实的威胁 针对了F16CD型的战机采购案 杨念祖表示说 没有见到美方官员 也没有听到军购案的进展 那么至于是不是会跟对岸 进行军事互信的对话 他表示国防部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政策 来看中天特派记的张国华 来自华府的最新报道 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 应美国2049研究所的邀请 前来华府在有关中国航太能力发展的 一场研讨会上演讲 杨念祖强调 虽然两岸经贸关系大有改善 大陆的飞弹仍然是台湾面对的 明确而又现实的威胁 在被问到F16CD型战机的采购案时 杨念祖表示 由于这次是以私人身份 出席会议 因此没有见到美方的任何官员 我们都说得很清楚 那个是为我们自己的self defense 这个是 才是我们的一个最佳的选择 那我们也不能替美国政府做决定 因为美国政府有他们自己的考量 这个我想 这方面 要由美国人自己来做决定才行 美方多位学者 今年来推动两岸军事互信对话 杨念祖表示 国防部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政策 我们还没有 这个充分的 正式互信 那么有充分的正式互信以后 才能 去思索 怎么样的去 降低这个军事的紧张 那我想 总统也说得很清楚 现在我们是很务实的在 促进这个双边的经济关系 杨念祖前来华府开会 正是200位美方官员 在北京出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时候 因此他没有听到 F16C例行战机军购案的进展 并不令人意外 欧巴马政府 必须遵守台湾关系法 但是台湾关系法 并未规定 军售的时间表 中天新闻 张国华 众议庭 华盛顿报道